五颜六色的风筝在海水浴场的上空飞舞 下面的选手乘着滑板操控风筝在海面上冲浪 云林县时尚第一场海上运动全国公开赛 在四湖乡三条轮海水浴场飙风竞速 风筝冲浪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保持人侯嘉玲 也从澎湖前来参赛 云林第一次举办风筝比赛 那想说来共襄胜举一下 四湖乡三条轮海域拥有独特地理优势 外海沙洲与岸边形成风力稳定的贫水区域 可说是初学者的天堂宝地 而冬季的东北季风风力可高达四十几节 也是世界各地风筝冲浪高手挑战极限的绝佳场域 风速有高 有风不应 所以他们在海上表演这个国航动作的时刻 都非常流畅 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国际非常适格 所有风筝冲浪来这里比赛 甚至来这里练习的一个场域 张立善表示风筝冲浪已经被列为 2024巴黎奥运的正式竞赛项目 而云林国际风筝冲浪学校在去年底 就已经获得国际风筝冲浪组织IKO认证通过 并且就设点在三条轮海水浴场清水公园 预期未来可以将四湖乡打造成为 全台风筝冲浪的推动基地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又名成一文 台湾云林采访不到